如果你很想买一台大众集团出的电动车 他会告诉你 那就别买大众品牌了 你买我们的兄弟品牌 西班牙西亚特品牌 如果你去买西亚特的话 它跟ID3工程技术电池都一样 就是品牌包装不一样 然后你居然只用等6到8个月 只用等6到8个月 我想跟王老师交流一下 我这次在欧洲的见闻 就是我12月和3月份 连续去了两次欧洲 去看中国车出卡的问题 然后我真的去走了一圈 我就会发现 可能像我这样的角色 做这件事情确实会更有效率一些 我去欧洲之前 欧洲电动车市长已经在这里了 当地有大量的欧洲人 有华人 有留学生 有中国企业 但是很多久居在当地的人 他不了解我们中国大陆的情况 他也很难从我们的需求角度 去观察这些问题 那中国大陆的人呢 当然很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了 但是你离欧洲就很远 而且呢 你这个里边还需要一些 可能汽车行业多年的这种经验 帮助你去消化和判断 因为你到了欧洲 你去待30天 你去待50天 你可以见所有人 你可以干所有事情 你会接触到无数碎片化的信息 但最终你怎么去整合这些信息 我觉得可能实际上是决定了 你的那个竞争情报的洞察的这个关键 第一次12月份去的时候 感觉是兴奋 而且还有一种兴奋是什么呢 就感觉中国车机会特别大 因为当时我更多的看到了欧洲厂家 在欧洲电动车市场深陷泥潭 我总结成这个几句话 这个车价高 这个交车慢 然后这个销量减利润增 快速的解释一下 就是他们的电动车之昂贵 作为中国人就觉得完全难以理解 基本上你比如说 一台那个大众高尔夫 可能这个小三万欧元 两万多欧元就能买 但是那个把它换成电动化的ID4之后呢 我们中国这边可能只允许你同级别 涨个10%到20%的价格 他们一上来就涨70%到80% 几乎翻倍 然后还有一个车价高 高在哪呢 它的二手准型车会比一手车贵 为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 它交付很差 大众ID3 你在德国买这个车 去年12月经销商告诉我 等12个月 如果你要买ID4 更畅销 等18个月 如果你很想买一台大众集团出的电动车 他会告诉你 那就别买大众品牌了 你买我们的兄弟品牌 西班牙西亚特品牌 如果你去买西亚特的话 它跟ID3工程技术电池都一样 就是品牌包装不一样 然后你居然只用等6到8个月 只用等6到8个月 只要 然后当时在那边感觉到像 对像那个中国的MG 包括韩国的现代奇亚 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交车快 MG可能三个月左右 奇亚现在基本也能在6个月之内交车 这就已经是巨大的卖点 再接着说就是销量减 就是我发现欧洲资本主义 和包括您在美国看到的情况 我觉得是类似的 就是为什么 通用福特说自己在成本上 不想立刻的去做小车 因为他们都是利润优先 财报优先 每一年都要给股东交出满意的答卷 所以现在欧洲的经济 我们都知道没有以前那么强劲了 它的那个年销量 从巅峰期的15600万 已经缩到1100万了 直接年销量打了7折 这在中国能接受吗 能轻易被接受吗 对吧 但它打了7折以后就有个好处 当各个厂家都很有默契的减产 或者说当然也有客观的原因 比如俄乌冲突 比如说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芯片门之类的 但是我认为这种减产 绝不仅仅是客观原因 它就是有这些企业的主观原因 他们通过一起去控制一个良好的产销平衡 就是让这些车供应从紧 价格从高 利润从优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所有人的财报都创下历史新高 全球经济最困难 供应链最紊乱的时候 欧洲车企的利润全都刷出历史新高 再说下我三月份的结论 这次感受很不一样 因为这次第二次去 我待的时间更长 我们整个看下来以后 我们对于中国车在那边的情况 其实是捏把汗 这把汗还很大 我们突然发现 不光欧洲电动车公司 在欧洲深陷泥潭 其实中国公司的麻烦一点都不少 我也列几个简单的短语 第一 品牌知名度问题 中国公司中 只有在历史上收购整合过 欧洲人喜闻乐见的品牌的中国公司 今天在欧洲的表现是好的 你去拉一下 中国车线出口欧洲量很大 这个是我们非常骄傲和开心的 但是你仔细去看一下 凡是销量高的车型 有一个共同特点 要么这个品牌 组上就是欧洲的 欧洲人认识它 比如说MG 比如说沃尔沃 比如说沃尔沃孵化的 一个新品牌吉星 要么就是中国制造 和欧洲一优品牌的 一个商业合作 你比如说 我家乡湖北实验 有一个东风的小车 在国内可能就卖五六万 六七万 然后出口到欧洲 就折合人币能卖到十二万 这种都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你要举出 纯中国品牌 在那边做的还行 目前为止只有一个 就是领克 然后我们都知道 领克还是沃尔沃跟吉利 合作搞出来的一个品牌 它在欧洲的马路上 已经铺货 大概有四万台左右了 我在各个城市都能看到 那不错 所以这第一个是品牌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实际上是 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组织问题 我觉得我们中国车过去的时候 媒体用户 投资人都过于的盯住了产品 中国这么多汽车企业 有几个企业 有在海外大规模的 做经营的经验 我们的企业中 有多少中高管 英文说的倍儿六 走到哪里 沟通开会 结交 毫无障碍 我们有几个 这个员工 是非常清楚 一个陌生的欧洲市场 所有的上智政府政策 然后社会文化 宗教信仰 品牌偏好 用户洞察 等等等等 到了欧洲 这边学费 对吧 少则五个月 多则一两年 这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在一些复杂的领域 这个学费 一两年都交不回来 有一个在欧洲工作的 一线的售后人员 就跟我说 在欧洲 如果要做一个 靠谱的汽车 售后服务网络 没有五年 根本不可能 中国的老车迷 会记得一句话 奇瑞奇瑞修车排队 为什么奇瑞奇瑞修车排队 今天你不会在中国 听到这句话 但是在当年 建立一个良好的 售后服务网络 挺难的 不容易建好 你可能修车都是问题 挑战真的比想象的会大 你在欧洲马路上 去问大家 知不知道中国品牌 德国小哥说 我知道 一个非常英俊 然后非常有知识的 收入很高的 开着奔驰EQS的 算德国精英年轻人 他跟我说 我知道中国品牌的 你说的是 Hyundai 现代吧 过去十年前 中国有一波全球话 到全球到处买买买 但是这种全球话 真的说实话 很表象很肤浅 甚至包括十年前开始 中国也大量的收购了 很多的欧美公司 但当时其实教训也不少 就是因为文化冲突 包括说这个 对人家的这些风土民情 包括管理习惯不熟悉 所以交了很多很多的学费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未来还是乐观的 我觉得这之前 为什么交那么多学费呢 因为大家对出海这件事 还是没那么重视 那时候基本上是中国经济好 这个土豪们的出海 就是说了有钱了 到外面去买买买 但是这回的出海呢 有点是属于是 全球供应链的大气候 你要想做全球供应商 你只好出海 所以这种时候呢 这个是发自内部的需求 是有非常强烈的内需 来驱动自己来出海的 那这种时候的不适应呢 他就必须要想办法去克服 我认为这反倒是 中国真正全球化的开始 就你说这非常对 咱现在急需真正全球化的人才 对在节目里 我们给镜头前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提一个呼吁 在你的中学和大学学好外语 然后在社交网络上跟全球的一些海外的人建立一些联系 当然你的核心能力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你懂中国 然后你能够很好的跟中国公司 中国的供应链 中国的市场有关系 但是当你跟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交际能力的时候 你是以后中国的经济出海的重要的贡献者 其实中国公司直接在当地招老外 我这么说吧 很难 但是如果最终我们的公司不能在当地直接消化大量的老外 而且选到老外中优秀的老外 你怎么会在当地真的有竞争力呢 对吧 你能想象 比如说上海大众 到中国来发展30年 他就没招到优秀的中国人 那你觉得这公司没有竞争力吗 对 但这里面我觉得也能理解它一个文化的冲突的问题 要么像华为 全部都总部派人 一把手都是总部的 这样保证能够贯彻执行 但实际上就国际人才没用上 要么就国际人才用上 我听说最近的例子是什么的 就是TikTok 因为抖音它又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原因 所以它在美国就会倾向于用本土人才 但是抵触就很大 如果一个德国人说我应聘到奔驰宝马 这事很自豪 我应聘到吉利 比亚迪 估计自豪感就会弱很多 这种时候你怎么能够留住优秀人才 对吧 你是像他妥协 说那干脆让你来做主得了 还是说那你得听我的 那就招不到一流人才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 中国企业其实 就你说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一方面的 刚才说很多这种战术级的问题 就是怎么销售 怎么营销 怎么做到品牌 其实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很核心 就是战略级的问题 就你如何能够输出的是文化 建立的是这种文化自信 让国外的一流的人才 最专业的人才 能够愿意认同说 我跟你是一个团队 一起来打天下 而不是说 我很优秀 只是冲着你的薪水来的 所以你就听我的 或者说 你要非得听你的 我就走了 对吧 那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文化的输出 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当然前提是要有足够先进的企业文化 可输出 尤其是我们中国一方面的 就以前就不太重视企业文化 更多是只是讲故事 而不是真的是深度认同 第二个呢 我并且讲的企业文化故事呢 就是要么呢 是欧美的翻版 就是这个欧美怎么讲 中国怎么讲 对吧 这个还是那个国外的管理理念的一个中国版 要么呢 就强调 我跟你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 叫中国特色 那问题又来了 如果中国特色 你也输出不到欧美啊 对吧 所以就是说 急需在一个全人类共同认同的基础上 我们有一个更先进的理念 让欧美人听起来都认同 说这个理念是更先进 其实我们今天经历的事情 说实在的 日韩车企几十年前 全都经历过议论 全都经历过议论 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的 当年日本人刚跑到美国去卖车 跑到欧洲卖车的时候 也是这种就是 又野心勃勃 又战战兢兢 对吧 又想要大有一番作为 但其实内心又有一些自卑和盲目 又有一些这种不知所措 实际上 历史是极为有复现的规律的 欧洲这边已经在调查 而且我这两天已经做了一下 私下的验证 调查是真的 到底会不会加这个关税 惩罚性的关税 不好讲 现在去欧盟是十个点的关税 这个还比较合理 对吧 其实比欧洲车来中国的关税还要低一些 它加了关税 其实对我们印象还蛮大的 因为迄今为止 上屋一台中国电动车 是在欧洲制造的 沃尔沃这种不算 沃尔沃我们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国际品牌 只是中国资本 那么一旦说政策继续往恶化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是在倒逼我们到当地建厂 那一旦我们到当地建厂 对吧 其实我们当年也玩这招 我们当年搞比较高的关税 搞这些各种产业政策 实际上也是在倒逼这些汽车公司到中国来建厂 而且建厂的时候要求5050搞核资公司 对吧 其实大家都会搞这些招数 但就说我们现在去他们的建厂有一个问题 他们当年来我们这是降成本 早期交学费 但是培养供应链 但长期来讲是降成本 因为我们是泛人中国家 我们工资可能当年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五分之一 但现在咱去了欧洲建厂 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 我们的人力成本一下子变成好几倍了 还有环保成本 还有各种合规的这种成本 所以它可能会折损我们本身已经习惯了上 习惯的成本优势效率优势 我认为这个会是一个考验 这个考验应该在今天就被考虑到 因为它有可能会发生 我同意 这其实是非常考验企业家的前瞻性 我们企业家如果能够意识到 哪怕中国的成本优势也会逐渐消亡 因为中国人也会要挣越来越多的工资 对吧 那你就不能再从过去的角度去讨论我们的优势在哪 你就必须要优势要升级 对吧 以前拿成本做优势 其实是一个阶段性优势 很苦哈哈的声音 对 这次在欧洲还有一两个小观察特别有意思 我一开始在北部欧洲地区 我在瑞典挪威的时候 我感觉他们对车的尺寸偏好跟中国人没什么区别 我们中国人喜欢大车 他们也挺喜欢大车 你到了德国荷兰 你就发现收敛了一点 这有挺多的大的车中等的车 但是smartmini也不少 已经开始出现比中国比例更高的这种小型车了 然后你再往南 那完蛋了 你到了意大利发现 哇塞 中国MG4这样的车型 都算大车了在当地 你就看中国现在的这个产品 往欧洲去的 很多时候它是在中国挑一个现成的 就赶上过去了 因为它现在没有时间为欧洲人去定义设计研发准备 其实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过去的很多中国车尺寸一律偏大 这也让它在欧洲可有效销售的区域是比较局限的 我们国内的很多车企坐的车是纯纯纯纯纯只考虑中国 根本没有一根毫毛考虑过欧洲美国或者是日本的这个法规 那么发达国家的法规其实总体都是很严的 而且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这也是一种软性的贸易保护 那么他们就会研究 如果说真的按照欧标去做 单车成本可能会翻倍 翻倍 不是翻20% 30%是翻倍 如果翻倍你去欧洲就挣不到钱 就没有竞争力了 您这个见多识广 经验丰富 咱们刚聊了很多的车的事 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种相对后发 经济后发的国家 在成长过程中 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公司和一些行业 最终出海去到全球 而且大获成功 在这种案例 也给我们考虑中国车出海的朋友 一些启发 出类旁通 比较典型的像日韩这些 封田 现在已经在美国 实际上它的销量已经相当大了 事实上已经是 一个美国很大的本土品牌了 但是这之前 它也是有一段时间 是很恶的恶名的 一开始它在美国 就是廉价车的代表 那后来有一段时间 甚至它的质量出问题 然后被批评的很厉害 这个时间长了以后 慢慢慢慢 它俩在本土运作 不光车的好处 就持续的广告得打着 大家慢慢概念上讲 好几十年了 你就慢慢觉得 它算是本土品牌了 另一方面 也确实它的一些质量管理 一些先进经验慢慢被接受了 大家就开始认同 日本人的管理 不光是所谓我便宜廉价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的管理理念都领先 所以它慢慢慢慢的 被主流市场接受 当然这个理论上讲 一个时间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事 就是从管理理念上讲 日本车有它很厉害的地方 尤其是它和合作伙伴的配合 原来我们专门研究 就刚才讲 研究竞争情报的时候 就讲过这事 最早日本就叫丰田模式 就日本车的模式 它就和不光是Tier 1 Tier 2 它好多层次供应商 都是深度长期锁定的 这个锁定到什么程度 当然这是日本文化相关的 就是说锁定到 如果我有供应商不给力 它这个产品不行 我不是抛弃它 我是要派人 派我的专家去帮扶它 让它能解决质量问题 你看它这个产业生态 这个协同程度非常非常高 因为我们都知道 车是一个普达的产品 所以造成它这个车的质量 也相当高 那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时代 还不光是管理问题 就是说 这个时代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科技进步越来越快 你包括现在你说 连日本都碰到问题了 对吧 日本的丰田模式再好 其实尤其我们刚才讲 因为它合作伙伴是 紧密结合的 我们前两天专门探讨说 为什么在电动车时代 日本车企普遍不行 别忘了最早的电动车 是日本车企推出来的 但是日本 因为它和它传统车企供应链 它形成共生关系 我的朋友总结的很惊道 说日本相当于一个自杀行为 就是说 我作为丰田 作为本田 我作为车厂 那里边上讲 我是可以断臂求生的 我搞电动车了 但是我搞电动车以后 我原来传统车的供应链 这些人基本上都要抛掉 因为我要重新搞电动车供应链 对吧 中国的优势就在于说 我们电动车新形成立供应链 老供应链包裹没那么大 对吧 但是日本不行 它老的供应链 它这个汽车供应链 是日本的支柱产业 它那个包裹很重的 你如果断臂求生 那供应链其他的死伤变野 所以 我朋友说 因为日本人有自杀精神 所以像这个 丰田这样的企业 干脆说 我也不向电动车转型 或者转型 缓慢转型 让你供应链能跟我转 但是代价可能就 我们整体全死 所以就是说 这就带来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要高度适应这种科技的迅速变化 这里面谁利率比较好呢 就是这个 三星的利率比较好 对吧 你注意到没有 其实这个 三星这些年 其实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在手机产业里面 基本上是 除了苹果 就是三星了 虽然中国是 这个手机供应的 这个大国 但是我们是几个品牌家在一起 才能跟三星拼一拼的 对吧 这真正是世界第二的品牌 就是三星 而他收入率都很高 尤其是他从这个国外 就美国挖最牛的人 他就现在负责 全球科技前沿跟踪的 那个家伙呢 是个美国MIT 媒体实验室 毕业的一个印度的博士 印度人到美国求学 然后到三星 做这个负责跟踪 全球科技前沿的副总裁 去看这个全球科技前沿动态 在那儿 所以所有的前沿的动态 才能够第一时间去把握 那之所以他的产品呢 永远的这个科技性是不缺的 第一条嘴呢 要有一个国际化的 经营管理的这个理念和思路 能够管理上确实是全球化的 是能够整合全球人才的 让人家这个优秀人才 为我所用的 另一个呢 就不能偏废 就一定要科技升级能力 因为你之所以让人认同 除了你的理念以外 更重要的是你的竞争力 能打才行 我最后就想再提一下 中国汽车这个出海的供应链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客观来讲呢 这个整车出海 它是一定会受到文化和政治挑战的 我认为中国整车出海的机遇 还是在第三世界 最终是在国内也是农村包围城市 在全世界也是农村包围城市 我觉得中国这次的出海 最核心的就是输出来自东亚的低成本 高质量和靠性规模化 特别认同供应链这点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对中国企业来说 技术挑战也是个机遇 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借着全球电动车有巨大缺口的机会 那我们的供应链如果能够走向全球化 出一批供应链上的优秀企业 这个不管是隐形冠军也好 还是这个某个环节的长板也好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机会的 只不过呢 我倒不完全认同说中国只能打非洲 我觉得说中国打欧美也是有机会的 当然有个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以前呢 说实话以前汽车产业日韩进欧美市场呢 大前提是这个原来没有建在好的 就是它都是这个传统燃油车 你没有太大的革命 所以你只好走低端路线去替代 你本来品牌也是低端 对吧 你也是从相对来说更落后的国家来的 然后你的技术又没有革命性的地方 那你能讲的当然是从第一往上走 慢慢慢慢升级 这种时候呢 你的这个品牌要树立起来 花的时间非常非常长 但是呢 现在是一个大的风口 就是一个电动车革命的大风口 如果大家广泛的意识到说 电动车就不是燃油车 电动车的这个技术和燃油车技术的 相似性很小 基本上都是一堆新技术 再加上中国企业 如果会讲我们电动车的技术优势在哪 让大家认识到中国企业 当然从单个企业来讲 没有这个特斯拉优秀 但是从整体来讲 我们的产业生态的 其实竞争力是超过特斯拉一家企业的 那你如果是讲的一个产业生态胜出的例子 能够从高端塑造品牌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十多二年以前 你说美国知道哪个中国品牌 对吧 我相信你也猜得出来 青岛啤酒 对吧 但是后来呢 最近这些年 你问一个美国人说 你知道哪个中国品牌 你猜是什么 小米 华为 对吧 当然华为这两年稍微弱一点 但这之前 其实华为的手机也在美国没少销 对吧 那这个小米更是这样 这十年时间 小米前日刚庆祝十年嘛 十年时间肃立一个国际化品牌 为什么 就是借助这个先进科技的一个风口 因为美国人都知道 这个手机制造这块 美国除了这个苹果以外 别的都不灵了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电动车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也让这个美国人 欧洲人认识到 美国处理特斯拉电动车 其他就不灵了 但是中国呢 有一堆像小米这样的电动车品牌 是很优秀的 对吧 包括像这个比亚迪出的仰望 我觉得挺好的 对吧 坦克转身 等等等等 中国的价钱可以很低 但是我们其实走的高端路线 就是我们的电动车 应该是媲美它的高端电动车的 但是我们只是价钱便宜 好的 王老师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好 下回见 好 没问题 好 下次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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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